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美食频道 我是幸福的眼泪 今天我们来做疙瘩汤 我有一个好方法 做出来的面疙瘩又小又均匀 而且还筋道 而且保准你们用了这个方法以后 全都能做出这样均匀又细小的面疙瘩 西红柿洗干净切小块 西红柿要不要去皮随自己的习惯就好 油麦菜洗干净以后给它切碎 比较建议用这个油麦菜 油麦菜煮完以后不会变蔫 吃着还是脆爽的口感 把125克面粉放在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然后加入一个鸡蛋清 然后用筷子不停的搅拌 没错,你们看到了 今天做面疙瘩的方法是不放水 放入一个鸡蛋清 搅拌成小碎疙瘩就可以了 不过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 因为我们用的面粉品牌不同 面粉的吸水性不同 放入鸡蛋清的量可能要有所调整 我用的这个面粉是饺子粉 稍微有一点筋度 吸水性也会强一点 这个疙瘩吃着也会更筋道一些 我觉得这个放蛋清的方法还挺好的 就直接把蛋清磕入碗中 然后用筷子不停的搅拌 等一会儿就可以搅拌出细小又均匀的疙瘩了 放水的话掌握不好那个量 有时候做出来的面疙瘩就是一大块一大块了 而且放了蛋清活出来的面疙瘩吃着也会更筋道 看,现在这个面疙瘩就搅拌好了 大部分都是小疙瘩 刚才做面疙瘩剩下的蛋黄 再加入一个鸡蛋 把它们打散 蛋液打散以后 在里面再加一点清水 这样最后打出来的蛋黄就比较好看 准备工作都做好以后 就可以来煮疙瘩汤了 先把锅烧热 锅里放一点油 放入葱姜炝锅 炒出香味以后 放入西红柿翻炒 放入西红柿以后 要多翻炒一会儿 把西红柿里的汤汁给炒出来 等炒到这个西红柿都已经很碎了 里边的汤汁也都炒出来了 这个时候可以再加一点番茄酱翻炒 番茄酱可加可不加 我是觉得加一点味道会更好 加入番茄酱以后翻炒片刻 然后就加入适量的清水 开大火煮 然后再加一把虾皮 这个虾皮是可以给这个汤提鲜的 再根据个人的口味放一点盐 大火煮开 煮开以后转小火 再煮个5到10分钟 就是不要一开锅 就着急下面疙瘩 稍微多煮一会儿 把汤里食材的味道都充分的煮出来 然后就可以下面疙瘩了 下面疙瘩之前再用筷子把疙瘩搅拌一下 看看它别有坨在一起的地方 往锅里下疙瘩的时候也是要分批放 一边往里放疙瘩 一边用汤勺不停的搅拌 千万别一下子把这一盆面疙瘩 一股脑的全倒进去 请看一下错误示范 不然你还是会得到一锅大疙瘩汤 疙瘩下进去以后 就要转中小火煮一会儿 还要经常搅拌 防止它糊底 看现在这个疙瘩汤里的疙瘩都是小疙瘩吧 没有什么大疙瘩 下了疙瘩以后 基本上再煮个5分钟就熟了 因为这个疙瘩很小很容易熟 然后就可以把鸡蛋液倒进去了 平时我倒蛋液的习惯 就是会这样用筷子挡着点 然后转着圈的给它倒在锅里 蛋液放进去以后 先不要着急搅拌它 稍微等一会儿 等蛋液凝固了 然后再搅拌 最后再加入油麦菜 加入油麦菜以后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把它们搅拌均匀 这个疙瘩汤基本上就做好了 我的习惯是最后出锅之前再点一点香油 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好喝的疙瘩汤就完成了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疙瘩汤 基本上都是细小的疙瘩 而且疙瘩吃着还很有嚼劲 今天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哦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